我是做賭博輔導 當然我們站在一個專業的角度 我們都很理解每個人去處理問題 或者他們面對生活的時候 他們都會找一些方式讓他們化解 讓他們可以放鬆一下 所以其實賭博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面對生活壓力 或者自己不開心 或者家庭的衝突的時候 他們都會去賭博解脫一下 初初看他們來的時候 有些人就很慘 直接聊聊同產 要新興博產 你想想去到那個地步 或者家裡的伴侶要罵離婚 我已經忍受不了 你可以想像當事人來到的時候 他自己那個無助感 那個無慰感很勤力 其實每個人背後 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故事 掙扎的故事 所以在那裡開始的時候 我對他們的認同和接納 我就發現一些人 他可以挺起空堂地跟我聊 我希望他也挺起空堂地回家 和面對社會 和面對社會 你怎麼會照顧 我們要好好好 我們要離開